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介绍一部喜剧电影 叫辛巴克,又名超级金巴 感谢小伙伴推荐的电影 看完后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恩 电影要从一个男子在诊所里面捐金开始讲起 这样的事情,其实现代社会也很多 一些高智商高颜值的人会捐金 然后给有需要的人 而我们的男主大位其实既不属于高智商 也不属于高颜值 就是身体比较硬朗 就这样时间不知道过去的多久 当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大卫已然是一个42岁的中年大叔 现在的他是一个爱好踢球 但球衣不尽,欠了别人的钱 却带不到款 只能在自己父亲的顺路店里面打工 一开始给我们的感觉 这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男人 而且居然还有女朋友 并且女友正好怀孕了 而作为警察的女友也知道了 自己男朋友有多么的不靠谱 所以他最终决定离开这个不称职的男友 独自抚养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 晚上的时候大卫和朋友说起这个事情 他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当父亲 因为自以为有能力的他们 都奈何不了他们那些小孩子们 就更别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大卫了 毕竟没养过孩子 女永远不知道有多么辛苦 当时相对于女友怀孕还不是最闹心的 某一天有一神秘的访客来找大卫 并告诉他一个能吓死人的消息 因为最初他捐金的次数有点多 当然这两样也不错 他告诉大卫 大卫曾经所化名星巴克所捐赠的金子 如今已经变成了533个孩子 这也意味着 在突然之间 大卫成了533个孩子的生父 这个消息真的有点吓人 另外一个就是这500多个孩子中 有142个孩子对大卫进行了诉讼 他们想要知道星巴克这个假名背后藏着的是谁 也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一开始大卫还装傻充愣 假装自己不是大卫 不过这名工作人员肯定是知道的 之后大卫拿着这142名孩子们的档案 有点不知道该干嘛 最初是找了不靠谱的朋友 这个半吊子的朋友没有律师执照 但是准备给大卫当律师 毕竟大卫也没有什么钱请律师了 所以只能强行顶上去了 不过当大卫回到家中 看着那个档案带 也许大卫开始对孩子们好奇了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成为了什么样子 也是因为这个举动 让他开始了对孩子们的调查 毕竟这种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了 第一个孩子倒是让大卫有点信奉 他拉着朋友去找他 不过是默默的看着 因为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 大卫在观众席上 看着自己生理上的孩子 过足了足球瘾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运动基因 很好的遗传给这个孩子 毕竟他爱好运动 可惜没有成功就是了 而第二个孩子就没有像第一个孩子那样 他在一个酒吧当服务员 还为了能去面试演员而烦恼 毕竟他现在正在上班 最后大卫替他看着酒吧 不过还是被老板发现了 所以这也使得他失去了这份工作 这让大卫很懊恼 他本来是想要帮助他的 不过当第二个孩子回来后 告诉大卫他被选上了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回答吧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第三个孩子 是一个女孩 可是他吸毒 甚至因为没有钱和朋友大吵大闹 以至于吸毒过量 最后大卫在暗访的过程中 及时将其解救 可是戒毒这边医院的大夫 强力的要求孩子留下来戒毒 但是他不愿意 这时一开始自称是顺披萨的大卫 已经被精灵古怪的孩子 称为了爸爸 而他也真的以为 这个本不是他爸爸的陌生人 会甩手一走了之 现在还记得大卫 在医生和孩子之间 来回走了两趟 为了传达各自的意见 第一次大卫信誓旦旦 真把自己当成了孩子的爸爸 光线也很温暖 想借助爸爸的慰言 让女孩留下来戒毒 但是女孩用哀求的眼神 告诉他 他不能留下来 因为即使留下来戒毒 也可能离不开原来的生活环境 失去明天将要参加有可能改变 他生活环境的重要工作的机会 大卫动摇了 孩子不会对爸爸说谎 他必须说服医生让孩子去工作 转过上来的大卫 部里有些沉重 画面也变得阴暗 最后大卫选择了相信孩子 让他做自己想做的 还好第二天大卫在车内等待孩子 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么多个孩子 有的过得不错 有的过得不如意 比如地下通道卖畅的孩子 当导游的孩子 做游泳教练的孩子 还有些英语总是被人欺负的孩子 我想大卫去暗访孩子们的时候 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这么多孩子中 还有长级的孩子 最初大卫想要离开 可是看护的大夫说 你如果去看他 他会很开心 也许最初的大卫 给我们的感觉是很不靠谱的 但是因为这些孩子 大卫选择了 默默出现在孩子们的人生中 用自己微博的力量 助他们一臂之力 就像那天去照顾那个长级孩子 一整天 结束后 看护的大夫对大卫说 您做得很好 大卫充满遗憾的说 我什么也没有说 大夫着重又说了句 您做得很好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 大卫是一个会做 不会说的人 他的女友 因为最初大卫的不靠谱 选择自己养孩子 但是最后又因为大卫做的 选择了让他当孩子的实习父亲 即使大卫有众多的缺点 但是让他们家人 能够容忍他满身缺点 改变他们想法的一件事 就是完成了年迈父母 年轻时候的梦想 去威尼医师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 大卫为什么会捐金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原本的生活不富裕 就是为了筹集入费而去的 是表面上那样一无是处 也是大卫甚至去参加 140个孩子的诉讼集会 当他转过头 看着这么多孩子 不知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最后不知道 谁把麦克风递到他的手上 看着这么多的孩子 他说了句 星巴克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 掌声如雷 而结局其实也如我们所想的 星巴克最后靠着朋友 赢得了诉讼 法律认定他可以不公开 还获得了诊所一笔不小的赔偿 但是当他在电视上 看到败输的孩子们 无助凄凉的眼神 他最终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 不仅140个孩子 知道了自己的生理父亲是谁 他的警察女友 也为他当下了孩子 也瞬间多出了 无数爱护他的兄弟姐妹 也许从最初 见到这么多孩子 大卫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电的结尾 当女友对他说 跟我保证 有一天你一定会带我去喂你医生 我们并没有听到 耳熟能详的我保证 且而代之的是 他们两人暖暖的拥抱 大卫一定能做到 这毋庸置疑 不管是作为父母 还是作为母亲 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 都是很艰辛的 虽然大卫还没有经历过 养儿的艰辛 但是他却知道 作为一个父亲 应尽的责任 他的爸爸给他讲述 他爸爸的爸爸的故事 语重心长的说 对他来说 最艰难的部分 是不能给他孩子们 足够的钱 还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 不能陪在他们身边 电影中有很多小细节 只有自己去看 才能更有感觉 这确实是一部好电影 就是要感叹 大卫的体力有点好啊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